花蓮市公所星期天下午 是在中山公園举办 112年花蓮市市长辈3对3的斗牛篮球赛 现场出了信 不少学生报名参加 还有社会主也一起到场较劲 市长卫家院和多位贵宾 也都到场给予免力及开球 为活动揭开序幕 选手们在篮下不停缠斗 拼了命进行攻守策略 就是要在球场上一较高下 为了抓住属其尾声 也提倡正向的运动风气 花蓮市公所27号下午 特别在中山公园办理112年 花蓮市市长辈3对3斗牛篮球赛 所有的比赛规则 而市长卫家宴及多位贵宾 也都到场给予免力及开球 希望选手们在享受运动的同时 也能爱护这个全新场域 我想这个场域 它不只是一个篮球的空间 未来可以更可以作为 更多更多的不管是任何一个单项的场域的空间 我想公所这边有一些规定 我也希望说我们很多的市民朋友 跟一些协会都可以来租这个场域 今天是我们3对3的市长辈 也是我担任市长的第一次 办理市长辈的赛事 那我想我在当篮球委员的时候 其实就一直自力推广 我们的篮球运动 那也希望我们的篮球可以 跟我们外县市 持续的持续的在做交流 这场篮球赛 是由花蓮市公所指导 花蓮县青年发展协会主办 现场除了吸引不少学生 报名参赛 还有社会主别 一同到场较劲 选手们各个磨到祸祸 卯足全力争取好成绩 也为花蓮的篮球赛事 写下新页 记者徐立芹 花蓮市报导